我国需要进一步的协助研究机构扩大创新研究工作 副总理王卫杰表示 研究人员可同企业合作 将研发的产品商业化并迅速推向海外市场 副总理王卫杰出席一场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会议时指出 我国的策略是投资于基础研究 并协助使研究成果用到现实生活 他说企业可同研究机构 医疗机构以及公共部门合作 开发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 万卫杰也说我们正处于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 如果我国能继续推动卓越的基础研究 并着重于让研究成果发挥影响力 我国将能充分地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